最新外线场则要来关注台铁3267次区间车在晚间8点多 行经台南新市中正路平交道时 疑似有一辆机车违规闯越了平交道 结果发生了碰撞 骑士以及乘客两个人当场是被撞飞 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这起事故也使得台铁13班的列次列车 大约有320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平交道发生意外台铁紧急疏散驱间车车上乘客 连消防队员也在场协助 要引导250名乘客到新市站转搭其他列车 这一状台铁列车班次大受影响 当时疑似平交道灯号已经响起 栅栏也已经放下来 但有民众骑机车后座载人仍闯越平交道 司机员发现赶快鸣笛刹车但来不及了 不仅机车的后照镜被撞断 骑士和后座乘客也被谈飞好几公尺远 根据了解两个人都是50多岁的男子 分别受到轻重伤 目前受伤的两名男子都已经在医院治疗 但这起事故却也造成台铁列车总共13个列次 大约3200名旅客行程延误 至于骑士有没有酒驾以及事故发生原因 仍有待后续调查厘清 记者黄富奇才能报道